近日,王月伦发文宣布与李湘已于今年7月份和平离婚,然而王月伦最后一句话是在暗示李湘已经有了新男友吗? 目前王月伦已删除了官宣离婚的动态,这波迷惑操作让人有些看不懂了。 按照王月伦的说辞,他与李湘在7月份已经离婚之所以现在才公开,是因为王月伦与陌生女子举止亲密再一次被拍吗? 王月伦与李湘最后一次同框还是在半年前,王月伦现身李湘的直播间,王诗玲也一同出现,这也是一家三口最后一次同框秀幸福。 翻看李湘7月份的动态,他7月12日这天频繁分享生活,连续发布了7条动态,李湘王月伦最后一次互动是在女儿王诗玲生日上。 王月伦已经将去年被拍到与陌生女子喝酒道歉的博文删掉,为李湘庆生表白李湘的动态也已删掉,而李湘也已设置账号半年可见。 两人12年的婚姻 两人12年的婚姻